接下來要上的是一個重點 就是以後計算上會用到的東西 就是把東西併連或串連之後的所謂的公式 我們以後的交完電阻之後 我們的計算會牽扯到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要用所謂的歐姆定律 另外就是要用照這個 串連跟併連的關係 當我把電器串連的時候 它的電流關係叫做相等 電阻一、電阻二、電阻三 電流I1、I2、I3 總電流I通通都一樣 I等於I1等於I2等於I3 叫做總電流跟各分電流都一樣 那如果是併連呢 有相加 電阻一、電阻二、電阻三併連 電阻一、電流I1、I2、I3 然後總電流就是I等於I1加I2加I3 併連的時候呢 總電流是等於分電流相加 等於各分電流和 這就是所謂的 串連電路跟併連電路當中 電流的關係 其實你要把它記好 我們未來再做一些題目 或者說一些計算的時候 就會用到這樣的關係 然後讓它可以把它的答案算出來 剛剛講了 一個是用歐姆定律 我們還沒有交 一個就是利用併連跟串連的關係 所以請你記住 那為什麼會是相等 為什麼會是相加 這其實很容易明白 因為我們前面跟各位講過的 電流就是一個推一個 一個推一個 左邊進一個 右邊出一個的話 那麼我們就知道 我們如果擺在同一條路上 如果擺在同一條路上 我們左邊進一個 右邊推一個 再來就進一個出一個 它的進出通通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的電流就會一樣 同一條路上 進出進出進出都一樣多 左邊進一個 右邊出一個 然後再進一個 然後出一個 所以大家的進出都一樣 所以大家的電流就都一樣 所以串連的時候電流會相等 那併連的時候呢 把它併在一塊 這條路呢 一秒鐘出一個電子 這條路一秒鐘出兩個電子 然後把它接在一起 接的地方就是一秒鐘進來三個嘛 所以把它加起來 所以就是會相加 所以併連的時候呢 電流就要把它加起來 因為不同路的 統統都一起出來 然後一起匯合 所以把它加起來 所以呢 併連就要相加 這很容易理解 所以串連的時候要相等 併連的時候要相加 OK 這兩個影片 這影片是有電壓跟電流 我們現在只看一半 只看電壓的部分 對不起我們只看電流的部分 然後這個影片裡面的電阻都一樣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交電阻 所以我們必須要電阻通通都一樣 所有狀況都相同 所有狀況都相同 好 那麼以後學了電阻之後 就可以電阻不一樣 然後就另外做一些計算 就要用到以後要交的所謂的歐姆定律 好現在是就是串連他們串在一起 那都是1.0x124歐姆 然後1.5伏特 然後呢去量它的電流 這是串連電路 所以呢發覺它都是7.5毫安 所以表示串連的時候呢 我們都是一樣的 串連的時候 總電流跟更分電流是一樣的 那麼現在的影片是並連 我講過目前還是電阻相同 因為我們還沒有交電阻 必須要一樣我們才可以處理 好這是個並連電路 然後呢我們都是也是1.0x124歐姆 也是1.5伏特 然後你就發現上下呢 上下的電流呢 都是15毫安 然後總電流呢是30毫安 總電流是30毫安 所以呢就是我們的並連的 剛剛跟你講的要所謂的相加 要所謂的相加 就是跟各位介紹 你要記住的公式 電流在串連的時候 是通通都相等 在並連的時候 總電流等於各分流相加 那就是我們未來再做一些計算 會用到的想法 所以要請你把它記好OK